调以轻心 明白 因为什么呢 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 中国大妈已经成为世界品牌了 我绝对不能清楚 对 好的 非常好 接下来是选手自我介绍 开始 大家好 好 好 我叫二米利尔 我 我今天能 能得这个冠军吧 我心里特别的激动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我的大姐 我的大姐夫 我的老公 金冠加多宝 还有 你干啥呢 你还 什么三助商 你还没比赛呢 还没拿冠军呢 你发表什么获奖感言呢 对啊 我还没投冠军呢 对啊 你还没得呢 对不起 我有点太自信了 不是 我有点太紧张了 太紧张 放松啊 二米亚 现在是自我介绍时间 时长是60秒 开始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干啥呢 你扣眼珠子 干啥呢 哭了 哭了 各位皮困老师 大家好 最好我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 我就失去了妈妈 停 什么玩意呢 这是什么玩意呢 你还没出生你就失去妈妈 你从哪儿出来掉 我从一拉罐里耗出来掉 太紧张了再来一遍 对不起 再来一遍 你别瞎说 对对对再来一遍 放手放手 孩子紧张 各位品味老师 大家好 我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在我刚出生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我的爸爸是谁 是吗 孩子 这说说着还爸说没了 这是你唯一的爸爸 哎呀紧张了 重新再来一遍 再来吧再来吧 各位品味老师大家好 行了行了别来了别来了 你能不能先把我生出来呀 你像开眼 你在那里憋会儿吧 什么什么出来 什么胡说八道 这不是啊 爸你能不能没事的时候 你看看电视啊 电视里边选美不都这么整吗 这叫悲情牌 不懂你别下去拿 哎呀二姑娘可别悲情了 你这一悲情 把你爸悲情称鬼了 把你妈悲情称鬼了 解放军军都找不到鬼了 妈这一世的清白让你全毁了 哎哎那个诚伟啊 说话要注意素质 啊 妈 人家协助风 你再看看我大姐 我大姐让你给教育的思路不通 你说我在家里就愿看个球赛 每次看球 他拿个吸尘器在我眼前边 晃来晃去晃去晃去 我看的是足球 我看的不是肉球 晃晃啊 你不能这么说你大姐 你大姐平时多辛苦啊 还做了很多好事 谁呀谁呀 谁把我裙子给我洗了 哎呦 那个三米莲啊 是这样 你大姐听说你要出国 昨天连夜把你的衣服给洗了 都给运完了 谁让她洗的 人家裙子只能干洗 不能水洗 看吧 好好那条裙子 让个人洗上 裤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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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谁拍你裤衩了 哦 那个裤衩是这样的 你大姐怕你弄丢了 看你随便扔在床上 就给你收到那个 那个抽屉里边了 谁让她动我东西的 我都找不着 急死我了 你大姐也是好心 对了啊 等会大姐回来 麻烦你送那四个字啊 别进我窝 谁是吧 谁是吧 哎 你是又动我化妆品了 我没有啊 那怎么一个日霜 一个晚上谁给我折一块的 我问你呢 我有病啊 一个日霜 一个晚上我给你折一块啊 肯定是我大姐 大姐吧 啊 你管我大姐 怎么了 你说每次一跟我收拾屋里的时候 就看不上我那梳妆台 说我这化妆品多 你说挺好的 一个日霜 一个晚上 给我折一块 你说我咋用 你跟我用呗 你跟我鬼脸 那个啊 阿美丽 那个你大姐啊 这也是好心 好心的手 太气的呀 啊 大姐吧 麻烦你 我大姐回来的时候 你转告他四个字 别进我屋 你也不得把你吃了我 大姐是哈 强力的 那我 我这么喂他 他能吃吗 你这么喂他 他肯定不能吃 对了 啊 你家不害我走的呢吗 这是我的 你怎么这么互食呢 啊 为了睡觉 你就陷出去吧 王小剑 你家狗赢了 肘子尝可贵 睡觉价更高 拿去 找个牌啊 你要 我吃完了 不哭也不闹 我们可以好好 睡觉觉 这次必须成功 要不白瞎 我这大肘子了 妥妥必须 放心吧 我要放肘子里啊 我来 哎呦 我的妈 谢谢你 不客气 呦 您还买的可乐呀 阿姨 可乐就算了 二米不喝可乐 刚才 这是我特意为你买的 阿姨 嗯 您怎么不 我有一颗可乐的情怀呢 你爸呢 去年就告诉我了呀 我爸去年告诉您的事 您到现在还记得 哎呀 中上所述 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已经山崩地裂了 人生 他有老子家伙呀 谁是吧 怎么着 我不相信是你大姐夫 这要是你 我真信 来 去你的吧 大家伙 在我们家啊 什么坏事都是我干的 什么好事都是大姐夫的 这种事你都能怀疑我 哎呀 我告诉你 我给你分析分析 你都不得不信 一般这个男人 外边要是有了女人 啊 情况是这样的 嘿嘿 回家以后 他不爱说话 为什么 他怕说多了露馅 第二 回到家垂头丧气 因为什么 在外边 他已经身心俱疲了 第三 回到家里啊 往沙发上一摊 什么话都没有 就一个字 累啊 你不管问什么 你渴不 不喝 你饿不 不吃 我给你按一按呀 可以 来吧 你不信 准的 哎 陈师傅 你挺有经验呢 啊 我有什么经验呀 我这个人很正啊 我 我告诉你 我电视剧里 我看多了 全是这么演的 你啥 来吧 你 他跟我俩 回来了 回来了 老公啊 大姐夫 你是不是带那什么 咋才回来呢 哎呀 累啊 哎呦 我这 老公 哎 喝水不 不渴 吃饭不 不饿 我给你按按呢 来吧 哎呀 哎呀 妈呀 回来了 他看见我 就跟我说 钱叔啊 我终于把你逮着了 你知道吗 我在国外整整三年 我只想三件事 第一想我爸 第二想我妈 第三就想你种那个梨 今天 说什么 你要把你这个梨卖给我 我说不能卖 这是给我二媳妇带的 他不行 我给你五百块钱 你要卖给我 我说不行 这是我给二媳妇带的梨 我 爸 我给你这一点 你太仗义了 为了你儿媳妇 五百块钱 你这梨都没卖啊 我啥呀 不卖 卖了 爸 你要卖的 这五个梨哪啊 对啊 卖完我就后悔了 我跟他说 我说你这样 他云我几个梨 他死 我不给我 我说这样 啥话别说了 我出五百块钱 买你五个梨怎么样 啊 不是他卖了没有啊 他不卖 你看 死货都不卖 啊 我就把他五百块钱 塞在兜里了 我抢过五个梨就跑 这样你想想 二徒的事也解决了 二媳妇的事也解决了 啊 你说爸奸不 奸 爸呀 嗯 二徒都花五百块钱 嗯 买你二年半梨 对啊 把你回手花五百块钱 买了五个梨 对呀 我 我花他的五百块钱 买回我自己的五个梨 我都佩服自己 我老奸了 爸 那五百块钱搁哪呢 在二徒那呢 二年半梨搁哪呢 也在二徒那呢 那你不赔了吗 我怎么能赔呢 爸呀 我幸亏是没随你啊 随了你 我做生意就得赔梅咯啊 儿子 你听我说啊 你说啊 你不会算这个账 你算算 我是花了二徒的五百块钱 啊 买回我自己的五个 赔了 我绝对赔了 又是赔了吗 我不赔 一点都不赔 啊 我哪里刚好转身走 二徒都跟我说 叔你别跑 我送你两瓶酒 你没事尝两口 我看看 我看看 爸呀 这回不赔了 嗯 二徒都送你的酒是好酒 盘掌柜 对 哎呀 爸 行了 我现在就是不明白的啊 二徒的鹦鹉啥 费用五百块钱 买你二斤半梨啊 咱这是什么金梨啊 你怎么什么都不明白呢 不是咋回事啊 我就特别能理解 二徒的心情啊 人家什么梨没见过呀 什么梨没吃过呀 为什么偏偏就喜欢吃 咱爸种的这个梨呢 鹦鹉啥呀 这个呀 就是一种情怀 知道吗 他想吃的是家乡的味道 懂吗 跟我是一样一样 我爸呀 对 你真好吃 你还能够整点吧 啥呀 这孩子 你爸这么大岁数了 三百多公里给你带来的 你没听爸说吗 没有了 明年咱再 有 有 快救我呀 这咋的呢 这是什么 我媳妇因为钱跟我干起来了 这梁头咋还因为钱干起来了呢 他非说我藏死亡钱 那你藏了没有啊 藏过呀 你藏死亡钱干啥呀 你老爷们在外面 都是比脸都干净 那多没有面子 哎呀那你跟你媳妇解释解释呗 嫂子 关键今天解释不清楚啊 哎呀我的妈呀 你这脸上这咋整的呀 你媳妇打的吧 这怎么可能 能了别装了你 行完了 你给我站住 哥 你来了 我让你站住 你先淘汰了 哎呀 哥 咋是你呢 弟妹啊 咱下次看清楚再打行吗 这大嘴巴的 看着大巴的跟不要钱似的 哎老郭 老郭 你也是看清楚了 疼不疼啊 疼 哎呦 你 过来 我不过去 给你媳妇道个歉 没事 快去 快去 道歉 过来 过去也行 她媳妇才说好了 你不动手就行不 我会 弟妹 她说好了啊 不能动手 好不好 我保证不动手 保证不动手啊 没事 小王 有我的啊 有哥呢 肯定不动手啊 你跟谁俩的 你 你 别动我 让我慢慢缓一缓 大哥你真没事吧 弟妹啊 下回你还是动手吧 哎呀你说你干啥呀 不就是藏点私房钱吗 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你看给我老公踹着 傻样了他 哎呀 嫂子你别生气 关键他不是说 钱不钱的事 他也不是一次两次藏私房钱了 你说上回吧 我发现他藏了两千块钱 他愣说是他三舅放在兜里的 结果我一问他妈 他那三舅都走八年了 我跟你说呀 兴许是他三舅啊 给寄过来的 你没听明白呀 他三舅走八年了 走了 哦 那那那那那那那是不行 那钱花不了 嫂子 更可气的吧 是今天我发现他兜里啊 又藏了两千块钱 然后嘛 我质问这小子 哎 他愣说这钱呢 是赵哥的 你说我能信吗 这就是你 不对 你咋能往我身上赖呢 谁到了 嫂子 你说 这左链又是 谁不知道 我赵哥 这是人品呢 老范大哥 你说心里话 记住啊 一定要掏心窝的是我 我赶紧窝的 我赶紧窝的 我赶紧窝的